就是坐在你們面前這個苦行 你們 前一陣子時間 有沒有看過一個 在捷運站殺人的那個誰 鄭傑 鄭傑是不是已經被判的事情對不對 鄭傑是拿一個小刀子對不對 是不是 你們知道嗎 我今年六十幾歲 大約四十年前 我出門是帶了一把刀這麼長 殺什麼刀啊 一把這麼短刀 我在身上帶四 我要殺人 因為我充滿的 內心是充滿的 我在家裡面 因為 沒有兄弟姐妹的愛 家裡面的人 很害怕 不是我作惡不是 我乖乖的 只是我身體一直生病而已 兄弟姐妹 怕說 我到他家去 會聯絡他們的生活 或你會把家裡面的財產 帶光 因為一直生病 在讀書的時候 從小都是被欺負 我記得這小時候 五歲左右時候 被我家隔壁的 玻璃行 玻璃做玻璃的 那就是大企業 以前那個做玻璃 冰冰冰冰冰是不是大企業 他兩個孫子 我五歲 一個六歲 一個六歲 一個七歲 一個六歲 一個七歲 欺負我 打我 用那個沙 弄我的眼睛 我被打在地上 兩個打我一個 我被打 他就跑了 因為我想起來 想要跑 因為一起來 是眼睛閉著 隨便抓 我不知道抓到哪裡 我不知道 我只抓到 我知道是抓到這個地方 那個大哥七歲 我一抓 用力抓 要起來 然後一抓力量太大 怎樣 他暈倒了 他就跑回去 另外弟弟跑回去 跟他阿公阿嬤講 才雙元活下 跟國小對面 我跑回家 我媽媽把我送到醫院去 急救 那個眼睛 差一點嚇掉 眼睛長得完全受傷 清洗後 用兩個黑眼罩罩子 那時候 根本沒有辦法出去 就被他留給家 他後母親 祖母 祖母來到我家去 說我欺負他 他媽媽 結果因為他們 賬的是他家也是有錢 我們家是低收入 我們只是賣菜而已 從爐到爲 罵我媽媽 罵我爸爸 我爸爸 不會很清白的 然後 就把我關死了 因為我從小 不得爸爸的愛 因為保護媽媽 而不得爸爸的愛 我媽媽 是我爸爸的哥哥的 等一下 因為我爸爸 跟我伯伯到日本 到東南亞當兵 我現在這個爸爸 是在紅石智慧 所以沒有被轟炸 我媽媽的先生 是我大伯 一般的野戰部隊 被轟炸死亡 所以我一來 親戚家要取 自己的嫂嫂 還有兩個兒子 就是我大哥 跟大姐 但是我爸爸 跟原來 他有個戀人 我媽媽很開通 說 你一個禮拜可以跟他六天 我一天就好了 因為他原來就是 你的女朋友 但是愛你 你可以跟他在一起沒關係 但是我五歲那一年 我因為 把那個女人 推一把 因為我媽媽 到前面 要跟我爸爸聊天 我既然清楚 我小時候 我媽媽跟我一樣 是走後面 我爸爸跟他阿姨 是走前面 可以牽著手 摟著條走路 我們到 我們三四附近 去吃小吃 但是 當我看到媽媽被爸爸打一下的時候 我很生氣 跑過去把那個女人推倒 說你 永遠不要到我家 我要用 少秋運賽給你狗 我爸爸打火我閃開 我要跑去把我爸爸推倒 所以 沒有資格做我爸爸 但是我媽媽打我說 他永遠是你爸爸 所以爸爸就不喜歡我 那是我 女性主義的 保護媽媽主義的 意識的態度 也是變成我日後 從事這個行業 一直在幫助女性的健康 的一個運動力 我媽媽 不忍心把我送給別人的服務行 要把我送到龍山寺 當小和尚 龍山寺 台北龍山寺 根本是一個 詐騙集團 騙我媽媽十二萬 說讓我在那邊當小和尚 叫我生日過去 我媽媽 等我生日 二月二十一號 早上四點多 帶我到龍山寺去 跪在觀世音普段面前 要開始當小和尚 那個師父 告訴我媽媽 這個孩子 道行逼我生 他 這個孩子有佛言 無言入佛門 此生跟苦行相隨行 苦行 這個布條 這十三歲我媽媽拿給我 我那時候似懂非懂 我認為說我媽媽是被騙的 十二萬 但是從小 我一直被所有鄰居 在學校被欺負 回家 被欺負回家還是被打 所以我為什麼要跟人家行 因此我變成 很內向 被你自閉 被你口急 當兵 你要當兵 是兄弟姐妹父母親都一起幹 因為我媽媽也死了 我還沒當兵之前我媽媽就死了 他要死的那三號 我把他抱起來 他只告訴我一句話 無在兵 九十五 無在兵 做營修 所以看到我光同 這輩子 我跟你們有緣 我一直在救你們 為了你們的健康 為你們的全力 在做努力 去當兵 去當兵 部隊長 五六個 部隊長要強暴 我不給他強暴 就把我穿內褲 拿個步槍 步步前進 又不滾下來 又上去 整個身體疼不傷 退伍 慢了十五天退伍 我到大姐家 阿姐 我回來了 我大姐第一句話給我的回應是 我永遠記住 我只想哭 她說 你不是死的啊 一句冷冷清清的 冷淡的話 我要給她借五千塊 我說 兩天沒有吃飯 沒有錢 她說我 買網址八百萬 貸款五百萬 你會幫我三百萬借我 不要說話吃飯了 我連飯都用 我就走回去 我去找大哥借錢 五千塊就不到 我就借三千塊 大哥明為其人 口袋掏一百 一百要數三千塊給我 我大嫂把我拿回去 因為我到大哥家 我大嫂的句話也告訴我 但是我最不喜歡聽的那句話 你說 你不是死的啊 當大哥要拿錢給我 我大嫂說 破管 好幾十萬 哪有錢 給弟弟 我說大哥不要跟大嫂吵架 我走 我跑二哥二嫂 給他借兩千塊 我二哥也是 對我很不錯 腰包 他說一百塊要算 數給我的時候 我二嫂說 黑塊還不行 我說 我到二哥家 我二嫂的告訴我 第一句話 是我最不想聽的話 那句話也就是說 你不是死的 我到三嫂 剩下 幾塊錢 我買萬華 到基隆的來圍車票 我車票 剩下五毛錢 我沒有錢坐公車 下雨 不用走路走一個多小時 到三哥家 我希望三嫂不要跟我講這句話 但是我進了他家 三嫂 我回來 他又告訴我 你是不是死啊 我內心 非常 非常寒 我讚得懂 等到十點鐘 久遠多 等到十點鐘 我三哥回來 我跟他要一千塊 因為 已經三天沒有吃飯了 他說 十方人 喝酒就有了 要有一個一千塊酒 我說不用 我就走下山 全身絲紮髒 回到家 走路回家 跟最後人去歐巴桑 要兩塊這麼大的牛乳桃 煮香湯很辣很辣 喝下去洗澡 門讓他流汗 隔天到隔壁借舊的報紙 我第一個工作是 黑松汽水的白銀工 從那時候開始 外面做了一個多久 不習慣 又放一個公司 一個報官行 那個總經理 外省 外省 中校退 兩隻腳翹這樣 抽了雪茄 我第一次報到 叫 端 茶 咖啡給他喝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喝過茶 喝過咖啡 我拿聲音證給他看 他真的放在桌地裡面 然後把他叫我去了 我要去做別的事情 要去掃地 他竟然拋了 小弟過來 他把咖啡茶 倒在什麼地上 咖啡倒在地上 搜查什麼咖啡可以喝 根本不燙 我不知道咖啡跟茶要泡 很燙是不是 我不知道 因為當兵回來 我看他兩隻腳翹到上面去 他叫我地上 用嘴巴使用力把他舔乾淨 我拿他馬布一般擦 擦乾淨以後 叫他去泡兩杯 我好像是人家狗 我擦乾淨以後 他一邊擦一邊罵 擦他腳下去的時候 他用腳還擦我手 我是你的職員 我不懂你教我可以重新再泡 你用這種事侮辱了 把我當作狗 我就去 他說要 別人都 你不要泡咖啡兩萬五百 一個小禮跟我說 你要很 開很開的 要用一百噸在那裡泡才可以 我就重新泡兩杯 我走到監獄面前 總監獄面前 我就把這兩杯咖啡 往這個監獄頭上怎樣 然後 杯子拿起來 把它倒下去 我腳踩到他頭子上面 我再把那個杯子拿起來 另外一個杯子 剛打到魚破了 另外杯子 用整個頭子 砍了你 誰最大 你敢再動我 揣死你 我把他的抽筋 聲音再拿出來 我走了 我誰最大 腦子最大 從那天開始 我認為 我必須學習 我自己要保護自己 我以前在賣餐 賣魚 有那個薩西米德華這麼長 還有薩魚的刀子 都摸了魚 從此身上帶人把刀 刺魚 我說在我像這樣 要傷害我的人 我一定要怎麼樣 不要死 我心中 有抽屜 我的書桌 我寫字 我是一打三子畢業 我說寫什麼 恨 恨 恨 永遠的恨 但是 這家本書 到了我三十幾歲的時候 大約快四十歲的時候 我個人和我又被騙錢 整個公司兩天都被捐走 我恨到極限 我恨到極限 為什麼我都一直被騙 但是看到這家本書的時候 突然間 好像一道 很光的 光線 引導我 記不記得這兩天我會跟你們分享說 人生最重要的目標是什麼 有沒有記住 自由 單獨承擔 分享有沒有 跟這個有沒有很相似 愛 自由 單獨 有沒有很相似 對不對 我是由這裡延伸出來的 這兩本書 改變了我 改變一個要殺人的殺人犯 變成一個內心充滿的慈悲 因為我這兩本書改變我一生 讓我更健康 讓我 對台灣裡面的宗教我永遠不相信 對全世界宗教我永遠不相信 我只相信一個 奧修 這個作者就是奧修 印度的奧修 我 我在他身上 看到是慈悲 看到是靜心 看到是健康 因此我自己 發願 我要去想辦法去學習 更多的方法 我沒有錢我怎麼去學習 謝謝 我沒有錢我只好早上五眼鐘起來到每個公園看人家做一件事 我沒有錢我只好早上五眼鐘起來到每個公園看人家做一件事 我只好運動 去偷偷的學習 因為我要口氣 又自閉 內向 又自卑 我只好 到圖書館去 把圖書館裡面所有很多動作 我通通怎樣 把它copy上來 很多動作我都把它copy 怎麼去做 深藏的藝術 我都把它copy 怎麼去做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血液呢 健康身軍運動 我什麼動作 我都學習 然後我看解剖情 一直自習 一直滿書 後來去學習 打滾頭不哭悠 後來又被 要出塞 又被打一拳 要失誤 研究一個治癒的方法 又被趕出四門 一切都不容易 在看到這本身心平衡的時候 我找到了我自己 這本身心平衡 你隨便認了 萬一頁 一頁 身心正 第四章 一百零四一 一二三四五 第五行 能量是中性 是你生命的品質 完全取決於你 你可以怪 你可以不怪 一切 你也全部依你的念 愿你该对此负责 一百天五月第二行 所有痛苦都是为了你 向你指出错误的在哪里 说你走天 马上修正回来 如果你听从身体 听从自然 听从你的内障的感性 你会越来越快乐 要好好的倾听自然的声音 再过去 腹部的行张 一行相应 不管是生理还是心理 因为胃都是你的肉体 心理的教会点 你让人教会在肚体之处 肚体是生理心理的教会点 那我想到 倒数第三 有时候你会做出通常想做生理却不能做的事情 譬如说吃东西 生理不饿却也不停的吃 因为通常想做那个胃口节 会使生理是你原来的感觉 因为感觉被切断 连结也不存在 这些持距离告诉我什么东西 告诉我 原来我们身都是受身体迫害 脑部一直在破坏你的身体 跟你在对抗 你想要健康 你必须去倾听 你必须去倾听 身体告诉你自己的声音 回归自然 我发现到 这本书 每一页 每一页 任何一页 随便翻 随便翻 都是宝 都是黄金屋 我第一次体会到 书中 自由 黄金屋 我从来没有看过说 一本书 会让你 如此的着迷 我一直以为 健康就是做一些运动就健康了 但是当我看到这本书以后 发现到 我这些动作 写完以后还是不健康 因为 因为 那我们只在向外求 而不是向真正向脸求 我看完了以后 我开始把他里面每一句话 用在每一位 因为以前我都是教女生 不教男生 因为每一位女生的身上 我发现到 他们这位女士 告诉我说 老师 为什么所有疾病 在认为医院医不好 在你手上 痛痛痛 他 给我的信心 给我的快乐 给我喜悦 给我有 非常 非常多的成就感 一个没有受高冷教育 只是欲达商职 毕业的人 高中部 夜间下 夜间部 毕业的人 竟然在今天全台湾 各大医院 各大药厂 老板 卫生署 卫部 部长 行政研 总统 听到我的名字 会不害 但是 很多很多消费者 很多很多跟老苦心有缘的朋友 跟我见面 跟我分享 他们说 老师 你好棒 我们全家因为你 健康 因为 我们家 不在 看医生 所以这两本书 我希望你晚上 随便你要看哪一本 你慢慢去看 慢慢去品尝 这一本书是 把 一个 即将成为 杀人犯 比正洁 只要当初是要杀人 我想 恐怕 杀人会比正洁的 那些人还要多 我同情正洁 因为没有人去 疏导他的内心的痛 就像当初 有谁 去疏导我的内心的痛 兄弟姐妹的爱有没有 没有 每一次家节到了 我都会哭 我会哭是因为 每一次家节 人家兄弟姐妹都会聚集在一起 我们呢 我的兄弟姐妹从来不来往 我看到隔壁人 他们很穷 但是 他们兄弟姐妹会聚集在妈妈的 旁边说 妈妈安好 妈妈长 妈妈短 那种景象 我只能够偷偷在个 楼上怎么样 偷偷的哭泣 对大哥 二哥 释出了善意 看到大哥生病 告诉他 大哥 这东西送给你用 教你怎么用 再怎么吃 我得到回应是 大嫂说 阿梁吾 你也好 你连你亲的兄弟也要骗 你也要骗 像你网友 老闆 你现在做的工作 比较顺利而已 你骗得不好 连你也要骗得到 所以以前有人讲一句话 滚廟 起死 我看到三嫂糖尿病很严重 我三哥的朋友 自己糖尿病 都在我这边医好 他说 阿你哥哥的太太已经少骚 为什么你不进房子 我说 我说 这是一个命 这是一个命 其实现在 心痛的痛 每一次一个佳节 都是我过去的时候 但是 现在 我每次上课 看到学员 认真的去分享 我看到 孙老师 我看到孙老师 他愿意 无私地一直奉献下去 我看到喜悦 我看到未来 我看到光明 我愿意 无条件的 不管身体在内 我都想办法 把这个苦心健康里 把他成为 台湾 健康的摇览 我们从今天开始 用 这句话 第一个字 爱 开始来关怀台湾 所有一切 让那些 已经走入迷途的 财团 政客 总统 行政院 能够 走回路 我用爱来 感化他们 让他们 去了解 他们这几十年来的 动作 是杀人的 让卫生署 让卫生署 这些官员 是不是能够 真正的 回头 试案 我知道 这条路是非常非常难走的路 但是 我已经看到 短短才几个月 已经有七八百万人赐在看 现在五年内 我们要达到 两三千万人赐在看 让更多人去 学习 自己 一半 两千万人赐在看